郭台铭跟特朗普解释,您上任后失业率大降莫招不到人。 特朗普口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郭台铭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投资计划遇到坎坷,疑似有打退堂股的念头。 特朗普急了,立刻找郭台铭私下约谈,要他澄清,还想不想建场了。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2日证实,2月1日晚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自驾车和航天用LCD面板。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3日报道,郭台铭还跟特朗普说,他上任后,经济改善,失业率大幅下降,因此根本找不到员工的问题。 您上任以来,威斯康星州失业率从5%至6%,降到2%多,我根本找不到人。 特朗普承诺,将尽力协助郭台铭,同时也建议郭可以找退休军人,平均28岁,拥有德国、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国派驻经验,特别是有很高的执行率。 郭台铭表示,在威斯康星州已经采用退伍军人背景的员工,希望军人的纪律和执行率可以带进鸿海集团内。 特朗普和郭台铭 郭台铭强调,美国是全球最大市场,拥有全球最多人才,最高科技,最好的经商环境。 在美国投资,对鸿海集团来说是一个正确,且符合未来经济走势的决定。 富士康科技集团2月1日发表声明称,美国白宫和该公司高层进行了谈话,该公司在威斯康星州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承诺没有改变, 该设施是先进的制造工厂,同时也会是该地区的高科技创新中心。 美媒称,富士康的声明重申在未来15年为当地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但没有明确说明将会提供何种类型的职位。 原计划该富士康工厂将主要雇佣蓝领工人,这些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但该公司高管近日称该工厂将主要招聘研究型人才。 富士康2017年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设LCD工厂,2018年6月,特朗普亲自出席工厂电机仪式。 该项目被特朗普认为是他复兴美国制造业能力的证明,被赋予特别的意义。 1月30日,路透社曾引述富士康公司高管的话称,富士康在美国建厂的计划可能缩减,甚至搁置。 2月30日,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称,富士康仍在评估威斯康星州项目的方案。 他指出,在人工费用相对较高的美国,制造先进电视显示屏的成本非常高昂。 就电视领域而言,我们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无法竞争。 这一消息其美方不满。 2月1日,特朗普找富士康CEO郭台铭进行了私下约谈,要求后者澄清,还想不想建厂了。 约谈后,富士康立刻示意建厂计划照旧。 随后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补刀,和我谈完,富士康就传出这样的好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